历代至上 第二十四章 亚伦子孙的班次如下 亚伦的儿子是拿达、雅比户、以利亚萨和以他玛 拿达和雅比户比他们的父亲早死,又没有儿子 所以以利亚萨和以他玛做了祭司 大卫和以利亚萨的子孙萨都 以及以他玛的子孙雅西米勒 把他们的亲族分开班次 按着他们的职责服侍 后来发现以利亚萨的子孙 比以他玛的子孙更多做首领的 就把他们分开班次 以利亚萨子孙中做首领的 按着他们的家族有十六人 以他玛子孙中做首领的 按着他们的家族有八人 以抽签的方式平均地把他们分开 因为在以利亚萨的子孙中和以他玛的子孙中 都有人在圣所做领袖 以及在神面前做领袖 做书记的立位人拿坦业的儿子士玛雅 在君王、领袖、萨都祭司、雅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 以及众祭司家族和立位家族的首领面前 把他们的名字记录下来 在以利亚萨的子孙中 有一家族被选取了 在以他玛的子孙中 也有一家族被选取了 第一签抽出来的是耶和亚利 第二签是耶大亚 第三签是哈林 第四签是梭林 第五签是马基亚 第六签是米亚民 第七签是哈格斯 第八签是亚比亚 第九签是耶稣亚 第十签是释迦尼 第十一签是以利亚时 第十二签是亚金 第十三签是湖巴 第十四签是耶士比亚 第十五签是毕加 第十六签是阴麦 第十七签是西西 第十八签是哈皮西 第十九签是皮他西亚 第十八签是以西节 第十一签是亚金 第十二签是加墨 第十三签是地来亚 第十四签是马歇亚 这就是他们的班次 是照着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借着他们的祖宗 亚伦所吩咐的条例 进入耶和华的殿 办理事物 丽未还有其他子孙 岸兰的子孙中 有舒巴耶 舒巴耶的子孙中 有耶西迪亚 至于利哈比亚 利哈比亚的众子中 长子是伊士亚 以斯哈的众子中 有士罗摩 士罗摩的众子中 有亚哈 西伯伦的儿子是 长子耶利亚 次子亚玛利亚 三子亚哈西 四子耶加面 乌靴的众子中 有米加 米加的众子中 有沙蜜 米加的兄弟 是耶西亚 耶西亚的众子中 有萨加利亚 米拉利的儿子是 摩利 母士 亚西亚 亚西亚的儿子是 比诺 米拉利的众子中 有亚西亚的儿子 比诺 朔寒 萨克 和伊比利 摩利的儿子是 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没有儿子 至于基氏 基氏的众子中 有耶拉面 母士的儿子是 莫利 以德 和 耶利摩 以上这些 都是利未的子孙 按着他们的家族记录 他们在大卫王 萨都 亚西米勒 以及祭司和利未人的家族首领面前 也抽了签 好像他们的亲族 亚伦的子孙一样 各家族首领 和他们年幼的兄弟 都一样抽了签 然后再次继续